看着爱演的人都善了吧 那也有可能有我朋友啊 那些人都不怀好意 怎么就不怀好意了 有事没事的找你聊天 有什么好聊的 谁有事没事的找我聊天呀 都跟你似的 我找你聊天不应该吗 那人家肯定有事才找我呀 居生我跟你说 大过年的他回老家了 我一个人在家待着 我就说拿个手机抢抢红包吧 今年不是都流行吗 你说谁没抢过红包 你抢红包抢多少钱你先说 不是我坐在家里呢 抢个一百块钱 给我自己买东西怎么就行啊 你掺了一百块吗 我掺了一百块 我给你 我不要 再说了那些人为什么 发红包又不是你的朋友 对不对 都是不怀好意你懂吗 不是我抢个红包怎么了 我又没办法 我抢了八百多的红包 资料上面写两位都是模特是吧 对 模特现在有很多种啊 平面嘛 平面需要很多的人卖吧 其实我并不想让他做模特这一行 因为众所周知嘛 这一圈其实蛮乱的 而且很多人 我们都不知道 不是 他的圈子乱 我圈子可不乱啊 我圈子不乱 我又不去酒吧什么的 我圈子不乱吗 我圈子也不乱 你担心怎么样 不是 主要是现在有很多人啊 都是肯定是也觉得模特漂亮嘛 身材好 都是不还好意你知道吧 行了 微信的事就过了啊 就不说了啊 总知道这个男生好像对女生管的 是比较严一些的啊 生活上他也是管七管八的 我看见一件裙子挺漂亮的 他就嫌那裙子太短了呀 或者怎么样了 他不让我买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他打扮的太性感 你不让我穿成这样 那就算了 那你吃东西也管 我跟你走在街上吃个路边摊 你又说这东西不干净 那路边摊干净吗 还吃路边摊 我没有每天都吃吧 我吃个东西你还不浪啊 不管他是每天吃还是偶尔吃 你吃一次他就对你身体不好 那你不能这也管 那个也管啊 你现在弄的我是这个不敢穿 那个不敢吃的 那回我活动结束以后 我忘记带卸妆的了 我们俩走一块 你就硬要把我的睫毛给撕了 假睫毛 不是 这个撕假睫毛一个是 可能我当时也比较好奇 对吧 再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原因 这有什么好奇 你自己平时不演那样撕的吗 你贴着那个假睫毛多难受啊 再说了 化那么浓的妆 我脸上跟顶着个水泥壳子似的 你不难受啊 你有这样水泥壳子长这样啊 太可爱了两位 工作上你也管 大家都是做模特的 你又不知道 我现在做什么 接个工做什么的 我都问他 我就说这个能接吗 那个能接吗 不行 不可以 每次都跟我来这一套 完了我还要问 什么活动呀 谁的呀 穿什么衣服呀 做多久啊 什么兴致啊 问问一亲二厨 这都算了 还跟保镖似的 往我旁边一厨 跟什么一样 那我不就为了保护你了吗 哎不是 你也不能这样吧 咱们都在一起快一年了 对吧 你就现在都还 巴不得每天26小时 跟我待在一块呢 有那么黏人吗 每天有26小时 你能不能一天 再多两小时出来 那也合适啊 人家很多女的 还希望自己男朋友 合适成大合适 一天不就24小时吗 我不用睡觉了 那我黏着你 不也开心吗 刚开始的时候 你不是还觉得 我这样的样子好吗 那我过来也管太多了吗 你现在也不工作是吧 工作啊 那怎么会24小时 黏着他 不是 因为我们俩的工作 比较自由 一般就是我有活动 他没有活动的时候 就跟着我 他没活动 不是我跟着你 是你要我跟着你 那回车展上 他说那个车展时间 太长了 工作时间 他要陪着我一块 我说那你来吧 结果我那会儿 正在站车的时候 他上来 前面有一人 给我拍照 你知道吗 他就上来 还得鬼别人 不是 这个事我就要解释了 想到这个人 我就得骂街 在他对面那个展位 拍人家一个女孩子 的事业线 我看到 然后他就跑过来拍她 你说自己的女朋友 谁不保护 我肯定保护对吧 那你跟人好说 人家又没对我干嘛 那孩子太猥琐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跑过来拍 我一开始 我也没跟他说什么 我就站他前面 挡着他的镜头 然后他又走到我旁 另外一面 然后我又走到他 前面挡着他的镜头 然后他直接 居然敢问我 你知道吗 他说你想干嘛 然后我当时 肯定要发飙啊 我说你再拍我揍你 他当时还顶嘴 我就推了他一把 然后他就什么 也没说就走了 这我拿来揍他 只推了他一把而已 不是 是啊 我就是说你怼人家 我也没说就打人家 我这算脾气好的 如果给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直接就歇他了 不是 人家车展 人给模特和车拍照 招你什么了 不是 他是拍那种 很猥琐的照片 你知道吗 离得超近 不是 那你隔壁展台 你怎么说 你给你那朋友 录那个视频 人家走他那个镜头 前面过 他上一刻就这样 他就把人头给摁开了 你也什么不好 跟人说 你就站在那拍拍拍 那个人呐 我在那拍了半天啊 他在我前面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他逛街呢是 那我 你说 不是 车展 那不就是逛的吗 他长那么大眼睛 他长得出气的是吗 我在那拍摄 他看不见了 那我肯定被他 得把他拨打开啊 对吧 不是 你好意思说 就因为你这些货事 你现在在我们那圈子里 你都 你都火了你都 人谁看见他 跟我走一块都说 你们家霸道总裁来了 他还好意思嘚嘚嘚 把这个什么微信名字呀 什么网店名啊 全都改成什么霸道总裁了 这霸道总裁 是你那些朋友给他起的是吧 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啊 搞笑吗 哇 行 这有什么搞笑的 听明白了 反正在一起呢 也幸福 但是也吵吵闹闹 是吧 对 双方父母都见过了吗 他见我父母 我要去见他父母 他始终不让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事啊 我经常在朋友圈 发我和他的照片嘛 我就没见他发过一回 我是不是给你丢人啊 还是怎么着呢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呀 还是怎么着 不是我不带你见我爸妈 是咱们现在这样的情况 根本就没法见 我现在和你感情 都出现问题了 我都不知道还要不要跟你在一块 我怎么见呀 而且你工作也不稳定 你都和我吵成这样了 你这么霸道 你一点自由空间也不给我 我怎么带你回去啊 可是我不是说只做摩托 我还做别的呀 我不是有在外面也有接三场主持人吗 对呀问题是我们俩现在感情有问题啊 可是我不觉得有问题 而且我确实都是为了你好对不对 你为我好你也得适当地考虑我吧 作为一个男的是不是得照顾自己的女的 不是你不觉得 主持人我跟你讲 在这种情况下 他前段时间还跟我说 要我跟他回西安去生活 我觉得你这样就实在有点太过分了 我带你走是因为我想好好照顾你 因为我觉得我家在甘肃 你家在南昌 取西安这个位置 咱们俩都方便 其二我不想你工作 是因为你看看你之前找的那个工作 人家让你干嘛 端茶倒水扫地 我觉得我不允许别人对你这样 不是 我觉得我要照顾你 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是因为你不想让我干这个 我每次出去接个活动 你都要说这个说那的 我不想让别人对你13赫4 明白吗 不明白 女生会觉得她控制你 快了快了快了 就快了 我所指的就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我们连这点东西都换灭的话 都不去信的话 那你就自己给自己紧张 就是杜老师最后说你的 无形当中你竖了很多的敌人 不是他们打趴下了你 而是你把你自己打趴下 别那么紧张 姑娘也是 有时候别得了便宜就卖乖 所以人差不多就得了 剩下的时间给你们 就是咱们的关系 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会在这里等你出来 来 请亮灯 现在请两位交换你们的秘密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这就像无数个这个 嫉妒的故事一样 因为爱而产生了嫉妒 因为嫉妒而让被嫉妒的一方 产生了压力 导致了一个爱情的一个危机期出现了 女生会出来吗 来 5 4 3 2 1 成功牵手嘉宾 将获得布隆暴龙情侣太阳镜 布隆暴龙眼镜提醒您 提醒您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5 4 3 2 1 请开门 疯狂的爱 看到没有 来来来来来来 就是爱你 爱情你 难怪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行政工作 那种感觉就不 哎呀 曲伟说你说的真对啊 你真是没事可干的 男生的秘密你知道什么 我在秘密策划 补全你前二十年的生日礼物 浪漫哈 行行行 两个人相爱就行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不弄暴龙眼镜为牵手成功的嘉宾 将提供的一份牵手的大礼 成功复合的情侣 将获得由旅游休闲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 5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旅游的代金券 由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 来 嗯 开始 停 2500元 恭喜两位啊 谢谢 这2500干嘛使啊 给我吧 啊 我一个人去 放心吧 不放心 你完了你 来 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河来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可爱 把那个戒指给叔叔啊 哎 谢谢 好啦 谢谢啦 谢谢 好啦 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 这一对的浪漫而神圣的时刻吧 其实在我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有想过 如果人生是80年的话 我错过了你人生的四分之一 本来这些礼物 是我想在认证求婚的时候送给你 这个没想到我们中途出了这些 但是 我希望你知道 我是特别特别地喜欢你 特别特别地爱你 不论如何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你 给你一个舒服的生活 我会让你做一个很幸福的女人 嫁给我吧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师傅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